我是从事建筑行业的 那建筑行一般上都是很爱喝酒 那我就特别地喜爱喝酒 喝到天亮我才回家 那直至到我遇到了慈忌 朋友就带我回去台湾 回来了之后 那我就开始在做慈忌 有一次我参与一个金章的演艺 那一天刚刚好 被那个酒厂邀约我们去喝酒 但是八点就要台湾 七点开始喝酒 喝完了之后就直接飙车去 台湾的世界嗅到有酒的味道 那时候我觉得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 自从那一次过后 我从此有慈忌的活动 我都不管去喝酒 那怎么能够把这个酒减少呢 就是参与更加更加多的慈忌活动 那比如说慈善的活动 或者是访试 或者是有一些极度关怀 那我都去 有一位师兄就召我 问我要不要 师兄我们开个环保站好不好 我就觉得好啊 那我们就开 而我在环保点 由一个变三个 三个变五个 由这一点开始 我觉得也是很发心 那环保站就是一个环保的道场 借引这些菩萨来成就他们 好像是上来所讲的 一颗种子它需要一个土地 然后它还需要有一些水啊 太阳的滋润 它能成长 那师兄 师姐的陪伴滋润 让我能够在这一段时间 保证酒停掉 师姐 来我们洗酒吃饭 真的是很欣慰 进入自己 不单只救了我自己 最重要的是 我的喝酒的一些同事 因为我停了酒 他们也少喝 甚至是停了 我就变了他们的贵人 我也取悉自己 能够借以更多的菩萨进来